大家好我是欢欣 今天我们带来几场视频 主要还是几局内奸的视频 也是平时我们直播打的 按道理每天的直播都会带来两场内的胜利 这是我们的日常 既然每天内奸都会赢 我们也就选了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黄盖内赢了 但是后头我觉得有一点点拼人品 就是最后一轮苦出来两个红沙 完了把主攻给秒了 稍微有一点人品 这一局我觉得空的非常好 其中是董卓卓杀朱亮 何太后暴虐已经跳中了 免费送酒的同时 还有暴虐有可能帮董卓回血 二号位的诸葛克 何太后觉得二号位诸葛克有可能是忠诚 想给他送酒杀 直接看能不能把陈琳打死 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诸葛克跳反 其实诸葛克跳反对董卓的威胁比较少 因为大家懂的血比较多嘛 读武可能很难发动出来 跳反去杀何太后 一火攻一拆 杀了一刀 来看一下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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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琳直接开桃园 这个是忠诚啊 对 这个 这个桃园 绝对是在帮 跳中 该干的都干了 送辞了两个队友 并且九杀成功貂蝉 再送辞 哎呦 貂蝉这个有点伤 可能会直接被秒掉 传了木马的同时 还要送辞自己 对 回合那刹还没有过牌 看南蛮 这貂蝉有可能就去了 直接被打死 因为还有一次比伐 还有何太后的一丝酒 除非反贼桃非常多 要不肯定是死了 我直接笔伐 最好的就是现在 要避免说 这个周瑜敢救 那说明他肯定还有桃 要不就可能被堵死 所以这个周瑜敢救 说明就还有桃 要不就是送牌了 其实我也没想到暴虐能成功 先顺一下周瑜 看一下未知牌 但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我们就稳当点的 把貂蝉先打死 去收了吧 其实我已经算是内了 我比何太后就内 这个时候反贼 一可能就没逃 有逃也不愿意去把人头 留在何太后那边 所以这个人头 我觉得是稳收的 除非主中救 续报一下 这个铁锁九属性 在关键时候去做 现在不能随便乱铁锁的 而且铁锁也不要重铸过牌 因为这个铁锁 是帮你控场的一个神器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局最难控的 什么诸葛亮诸葛科 其实有陈琳还好 就帮我们的好好的杀 其实周瑜最好控了 周瑜很容易通过我们的打死 但诸葛亮和诸葛科 对于我们来说 打死就比较难 但是反过来说 那就是跟陈琳有关系 陈琳能够帮我们控 那所以如果在中城去选择的话 我更希望是陈琳多留一会儿 而何太后快点打死 这边周瑜一杀一决斗 应该是没杀了 所以他不敢决斗何太后 闪电 好挂闪电 这是因为诸葛亮的存在 看诸葛亮的主持关心 知天下大事 啊 加油过 李琳能够继续送一个酒 免费的酒 帮助董卓达到自己的要求 第九十二火攻 朱雅应该是有套 我觉得要不谁有权力 要不这五上官星完了跳游 那你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这宫里的女人 好惨啊 何太后这一个毒 叫毒死的话是收六 收六张牌 这样子的话特别影响我们去杀死何太后 本来我还想到 这一轮我动直接把何太后打死 然后留个陈琳帮我空空 猪个亮 到这个时候就到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起手虚报的这手盘就达到了 而且反贼肯定会帮我们乐意空这个场的 就是 贴索一下周瑜和 这个何太后去打死 这周瑜肯定不会叛八卦阵 他肯定是乐意让何太后死 因为何太后再动的话反贼就可能崩盘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看能不能把何太后打死 如果他变逃多那就没办法了 还好是过的位置排比较好 剩下我刚才说了 诸葛亮空城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难控场 但是有陈琳在 所以我就丢五谷留所有的基本牌了 一是对自己的防御 二是不要断杀 这样子的话在有比伐对诸葛亮威胁的前提下 我们还可能随时的对陈琳打死 只要进了单挑的话 以我们神将公孙赞的存在 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无中生有顺手牵阳 雷沙闪 因为我们有个神家 后期的话有个神家 现在我们就其实有神家 文人亦可有 这不是比伐诸葛亮 这个时候当我看到我摸到这个万剑 那我就觉得陈琳 晚死早死 更希望他早死了 对吧 就避免他的行动带来我们控制不来的 如果没这个万剑的话 我就单杀到了 有这个万剑我直接九杀了 对吧 诸葛亮被比伐 强行被比伐 费一滴血 他只要不撑击血进来 我们万剑就收他了 直接进单挑了 而且还射掉了 加一马 没想到这边还有桃 这个有桃 诸葛亮肯定怕陈琳在动 因为在动的话 他肯定还要被比伐 所以他肯定要帮我们杀陈琳 一切都在我们算计当中 直接杀死陈琳 大胆贼人 还不服辅 谁有权力 直接不动 那我这个直接进单挑了 我说了这个单挑 我是绝对能打得过的 先杀 没有 还藤甲 这个藤甲是因为我万剑也想打董卓的血 直接进单挑 将星陨落 天命难为 顺手前扬 红攻 维持满手牌 满血过 对面放了一个闪电 闪电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敌人 也和这一局最大的敌人了 我不急的把自己手牌太消耗了 而且千万别 这个时候你说 我有这样把稳定一杀 我就把手牌打到一个很残忍的状态 我不急的 最多 最多是什么 最多是自己手牌溺出非常明显的时候 我才会那么考虑 要不我就要维持手牌 优势 不给对方翻盘的机会 避免人家捡一马连弩 一万张红杀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这种东西都是有可能 你看应该都有 这个时候手牌溺出就非常明显了 所以我肯定这个时候就打 维持住我四血四手牌的作用 这个大家记住 只要是我们优势就应该更稳的去打 唯独就是一会考虑闪电的问题 赶紧解决掉 现在其实有闪电都不怕 两桃一九 我一会儿 只有一张闪了 所以我不敢随便去把这张闪用掉 所以我先吃桃了 这桃也很影响我虚报 什么弃之可惜 留之无用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 种了一个乐 黄金美酒夜光杯 受我欺谁啊 无中生有 不过是偶心顺减一了 这减一码一拿 对方对我的威胁也比较大 就哪怕我被闪电批了 对方对我的威胁也非常小 所以我先拿减一码 有的话这个减一码随时对我们有威胁 我肯定要拿掉 当然如果我被批了 天生加二码了 更凶残 这基本上吊打 特别闪电批我 他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 那这个冠师傅不能给他 所以我直接诬谢了 这个冠师傅给董卓还是有点害怕的 刚才这个加一码我点凸了 最终 获得了那件事 这局其实控场都非常有玩法 只要注意到那一轮杀和太后 那个思路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下一局内奸的视频 这个是前天还是昨天打的 选择了 这怎么还有这东西 我没进 不管了 选择的是曹操内奸 曹操内奸是内奸的标准选将了 对不对 因为AOE多 AOE多的话就方便我们去弄 而且AOE多也在曹操局有一些作用 铁锁连环 铁锁陈林马超 他找了两个自己感觉像反的人 都是对体力尤识有些作用 顺利下庞德 顺庞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庞德太弱了 不适合当忠诚 完了杀一下马超 看一下庞德 庞德直接杀离点 这个动作在我这定义就像反的 因为离点还是比较偏中的 对吧 大家注意一下两轮内奸 起手我都是没有随便去重铸铁锁啊 或者怎么 在有自己虚报能力的前提下 铁锁这张牌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这铁锁我们留一下 没有什么 内奸不用记得 你又不需要过一些k牌 去帮你主动打局势第一轮的时候 第二轮说你铁锁目标也不合适 你怎么铁锁 这一次离间帮我过牌 这等于离间 其实这个离间并不是很好啊 就是皮牌无故帮我们过牌 不过过出了一个我非常需要的k牌 加上这四张牌 基本上我们说如果局势被反贼打得非常的崩 就是主动非常崩的话 我也能把这个局势打成我内奸需要的局势 就是这一手牌 曹冰 这个匠面其实 铁锁一跳两个中 哲宋点的话 曹操AOE多对吧 那个 敌点非常的不爽 大家为什么都打我 打你的我都标反了 这就是你的作用 土姜梅而选择是魏姜梅 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 因为魏姜梅的话回合后 不好意思啊 这个刚才这边忘了开了个东西 可能会造成 造造成一点点这个回音 大家不要太介意啊 应该马上就没有了 陈琳直接开南蛮 这是刑伤离点的牌的同时 完了翻脸 陈琳想到离点是犯罪 难买我就要了 不客气了 曹操看到这牌 不跟什么一样 这波陈琳打的已经非常恐怖了 该做的都做了 没有做的他也做了点 这边反对在讨论离点的玄奖 离点基本上影响了 貂蝉和庞德 虽然说大家说反对不需要忙 但离点可能是太吸引目光了 导致什么 其实这局后头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 这一波万剑如果再让我收了 我基本上就直接一拳清场了 但贾曲已经怂了 贾曲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无陷了我不让我吸这个万剑 不吸不吸吧 反正这牌已经够了 杀了一下曹丕 翻了 这一波曹丕没有选择 就翻我 翻了马超 这个主要还是 一是不敢断定我身份吧 觉得我还有可能是忠诚 二是反对还没死 其实如果他能断定我 我觉得他翻面我 效果特别好 曹丕直接无懈自己已经怂了 我觉得肯定是应该翻面我 他们还是有的大 这边的话我解下铁锁 完了高尔庞德 那个主动点吧 别死给忠诚了 我会宝马超进入主板内的 哦漂亮 我过差 两个过差红顺 我就先火攻了 如果火攻死陈琳 那个过差红顺 我就搞假许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 这边有张桃 那我就只能浪费一个过差 留一个红顺去干的谁了 杀比较少 我收到 相信干一波假许 酒雷沙闪 雷沙 五谷风灯 这个五谷 我选择空了戒刀了 无懈可踢 就是很多朋友拿杀 其实拿杀也对 但是我想空戒刀 是因为那边有个灌石 但是没想到曹P直接换了 因为如果我拿杀的话 是有可能去强行把夹西打死 但是面临的就是 灌石斧对我的威胁 可能更大一点点 因为他加一把卡了 我的距离 他灌石不停的灌 我就非常的难受 而且杀比较好摸摸 当然这样 我还是把连弩先陷着 免得说打死马超一个刑伤 他的连弩就弄了 过河拆桥 哎呦 这个 这个 藤家要卡我半天了 但是 看情况吧 马超这边还是没死 强行撑住 我这次是最关键的一刀了 还好曹P 当间的牌我就还好了 这是他最后一刀 如果判了一个他没有的 那草皮就再见了 马上再见 就一位二 那我们现在就寄希望 于赶紧打死假雪 有一个洪顺 赶紧先把这个藤甲弄掉 再一次断杀 有一个朋友说 是不是那个哪杀 但是我觉得当时应该 还是哪见到 因为我已经在考虑 单挑的问题了 过河拆桥 先换了八国阵 这段啥段的太狠了 都不敢给我 他们都不敢动我 开一下五谷 因为五蟹比较多 找到了 找了一张杀 杀一刀 草皮杀我 杀我就吸了 因为我有五蟹出来 进入单挑 进入单挑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这草草都打不过 草皮的话我们混什么混 对不对 对面藤甲我们就留属性纱 扔了红纱 说但凡出距离的话就行了 就等掌机会把藤甲弄掉 然后出金刚 这基本上草皮就打不过了 留了个铁锁 如果摸到火攻的话 直接就铁锁直接干了 所以我不着急重铸 因为我也没什么牌需要找 我只要稳稳 稳稳的打下去 我稳稳赢 当然就没有闪的时候 可以考虑重铸去找闪 这边因为有猪雀与扇了 所以我也不用想别的了 过了牌 其实我是想过另一个距离 然后猪雀与扇再藏一藏 最终的话草皮肯定是单挑不过我们的 获得比赛的胜利 那行 今天这两场视频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